当我早上被膀胱憋起 但一看手机发现距离起床还有20分钟 去不去尿 不去了浪费时间 抓紧宝贵时间快睡 然后就要睡着膀胱困苦的20分钟 如果我做好自己的思想工作 也要去尿 回来舒舒服服的睡嘛 多好 尿完回来 太可惜了少睡两分钟 你每天起床的真实写照 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而已 经常能在闹铃响前一分钟内提前醒 于是我们会全球统一的 0.5秒内关不掉算我说 有一种很矛盾的情况是 自然醒了也觉得自己很清醒 但是一看表还能睡20分钟 这要不趁现在就去洗漱吧 该不会再睡一会就起不来了吧 算了 还是睡着宝贵的20分钟吧 然后闹铃响的时候 果然困到死了 我发现每个人血液里都流淌着一种 作死的本质 第二天有赶高铁 飞机考试等超级重要的事情 前一天晚上果然睡不着了 睡不着 睡不着 行吧行吧 不睡了 大不了直接熬到第二天嘛 然后再接近几个小时 睡着了 闹铃响的时候 又千金巨石压着 迷惑到自己是谁都快想不起来了 要赶紧去高铁站啊 争分夺秒啊 结果这个时候居然有一丝 算了 不去吧 不接着睡的冲动 能给我发出这种作死信号 大脑也真是溜溜溜溜溜溜 睡吧孩子 设出几床 心脏骤停的时刻 设好闹铃 安静地睡下 然后自然醒 超醒醒 且找不到手机 然后在自己手里 身上发现了手机 这种的迟到往往是两小时起步 起床人心脏骤停时刻 二 设好闹铃 安静地睡下 然后自然醒 不错 我昨晚摁了个傻 起床人心脏 骤停时刻 三 又是自然醒 傻逼到零没响 嗯 妈蛋 没帮过去 What the fuck 射出起床 偶尔也有小确幸 又要上班 别怕时间 心经一刹 还能睡好久 不知道是不是年纪大 以前还是学生那种 感觉只要睡不够八小时 第二天我就撑不下去了 下午间 一到周末 前一天晚上看手机 到凌晨两三点 嗯 睡 睡到明天下午吧 把前几天缺了觉也补回来 Domorrow 拖十点就行了 怎么不困啊 超 太可惜了呀 我要补觉啊 平时不是天爹都起不来嘛 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平时上班的时候 明明睡的时间很不够 我醒来第一件事 还是要看一会儿手机 不花花手机过渡一下 我根本起不来 仿佛手机 是我的警户人带领我迎接地狱的一天 现在是7点22 看到7点30吧 看到7点32吧 7点32 刚才十分钟 我为什么没有来睡觉 最后 关于手机的面部解锁 我这种角度 哎 他认识我 我离这么远 他认识我 我站这么暗的环境 瑶瑶你穿个马甲 我就不认识你了 每当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你谁呀 你谁呀 我不认识你 请输入密码 密码错误 还剩两次机会 换你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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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你好 lists 我